他听到这个消息时 其实是并不吃惊的 他早该了到 父侯也心中的野心 沟河南天 荣家如今势大 他怕是想从荣屠鹰着手 借荣家得到好处的 他在向宫里进贡东西 借荣大人之手 崔贵妃听她说起这些 只当傅明华是担忧自己 因此而生了她的气 不由便伸手握住她的手掌 温声道 这些事情我心中清楚 但二娘子若是你姐妹 自然常乐侯府的事 与她无关 傅明华摇了摇头 抬头看她 不 您误会了 我不是忧心我祖父的举动 而担忧您心中不快 才出言拒绝的 我只是觉得 兴许这场婚事 可能生变 崔贵妃听了这话 有些意外 都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 离婚室并没有几天 怎么可能还会生变呢 她脸上露出不解之色 傅明华就笑着道 我让郭汉向荣妃娘娘透露了 我曾算计她一事 崔贵妃脸色就变了 一般人做了什么事 藏着掖着还来不及 又哪敢搭张旗鼓地让人说出去啊 崔贵妃心中火烧火燎的 却看傅明华十分冷静的样子 你怎么 她嘴唇动了动 傅明华却笑着宽慰她 您不要担忧 荣妃娘娘若是恨我 必会使我难堪 害怕的 荣妃心狠手拉 在得知自己受了傅明华的算计时 必定心中生怨 会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的 崔贵妃看她这么样 欲言又止 最终只是长叹了口气 正说话间 做工人进来回话 说是荣妃请崔贵妃与傅明华 前去城乡店 吃柚子 崔贵妃就冷笑了两声 心里暗骂 荣妃 确实沉得住气 傅明华如此刺激她 她却不动声色 此时装着没事人似的 她与傅明华交换了一个眼神 便召了荣妃 派来的人前来问话 今日妹妹请了哪些人 那工人 恭敬回话 说是有荣三娘 还有三公主烟尾 崔贵妃问到了话 便让静姑赏了东西 寻了个借口 将人打发了 回头与傅明华很声道 也不知 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 说是身体不是好些甜 前些日子 父侯也与顾维雍喝酒 听她说 荣妃进来身体不适 想吃柚子 当下 与顾维雍分离之后 回头便令人寻了些许新鲜柚子 想方设法地 送进了荣亲爷府里 今日 才使荣三娘 带进了宫中 荣妃让人将柚子剥了皮 割开了之后 才送进来 那柚子 带着特有的香气 荣三娘怀了身孕 喜实酸的 闻着这味儿 便有些受不了了 父侯也选得 柚子不错 看着 晶莹剔透的 荣妃招呼着 尝尝味道如何呀 要是平时 荣三娘定是不敢吃的 她以前虽然少有心机 但这样多年 也是学乖了 她的母亲郑国夫人 当初不明不白地 就死在了宫中 背地里 也是有人与她说 是荣妃下的手 现在 她怀了身孕 荣三娘也防着 荣妃害她的 可此时 燕尾都在 荣妃哪怕就是要害她 也不可能 害自己的女儿 因此 荣三娘微微一笑 一手俯着肚子 一面看着燕尾就道 银阳尝着喜不喜欢 若是喜欢 便使傅长盛 多送一些 她说这话时 眼角余光望着荣妃看 荣妃神色温和 笑着 还使李敖 为她自个儿也取了一些 荣三娘心头一松 烟尾不宜有她 便取了柚子 咬了一口 一双眉便扭了起来 她也是怀孕 不过奇怪的是 荣三娘怀孕明明喜食酸 偏偏她是被骄养的 半点酸味都吃不得 因此 勉强吃了一块 便再也不肯多用了 倒是荣三娘 看她都吃过了 荣妃又未至止 便心中一松 也取了一块来吃 她身怀有孕 正是喜食酸味的时候 夜莲吃了两块 也未见停止 只觉得确实好吃 却没注意到 一旁荣妃微笑着 眼里露出几分怜悯之色 傍晚时 烟锥提前让人传了话过来 崔贵妃想念儿子 便与傅明华在游廊外等候 蓬莱阁内的湖面上 已经结了冰 坐在廊边的椅子上 哪怕抱着暖炉 身披厚厚的皮球 都觉得寒冷异常 崔贵妃一面心不在焉地 说着话 一面拉长了脖子望 直到穿了黑色渔场的烟锥 朝这边大步走来时 她才松了口气 虽说之前总听说 烟锥没有大碍 但那也只是听说罢了 此时见着 总算是放心了 孙明华也站起身来 烟锥一来 先向崔贵妃请了安 崔贵妃唤她起后 她才看了傅明华一眼 伸手替她提了提皮球 一面以手背 在她脸颊蹭了起来 她一来便光明正大地 占她便宜 傅明华抿了唇 脸颊微红地将头憋开 崔贵妃瞪了儿子一眼 只是见她没有收敛 便也装着没看到一半了 伤势好些了没 她问着烟锥话 烟锥就点了点头 啊 已经好多了 本来也只是轻伤 没有大碍 傅明华听她与崔贵妃 有问有答 便安静地站在一旁听着 想起她之前微凉的手背 便将手从皮球中伸了出来 烟锥眼角余光注意到 看她手中捧了铜炉 还将外头裹着的丝囊揭开 还以为这手炉不暖了 她正要吩咐人换一个送来 一面就伸手过去 碰了碰温度 她却取了头上一只金簪 将盖子接了之后 拿着簪尖伸进去剥了剥 露出里面烧得正好的炭 才又将盖子盖上 套好了丝囊 这才将手炉放到了烟锥手里 傅明华这动作 让烟锥愣了一下 还没反应过来 一旁崔贵妃瞧得分明 眼中露出满意之色 眼锥却又将手炉送了回去 目光由冷映变得柔和 拿着 她将手炉放进傅明华掌中 使她一双手都抱了炉子 自己手掌便顺势捂到了她手背上 正与崔贵妃说着 此次受伤的经过 外头却有内侍匆匆而来 似是十分慌张 跑得跌跌撞撞的 一路跑来 踩在游郎之上 发出咚咚咚 急如古典般的声响来 娘娘 娘娘 那内侍双手提了一摆 跑得飞快 崔贵妃应了一声 那内侍便朝这边冲了过来 什么事情如此慌张 崔贵妃登时脸颊肌肉便狠狠抽动 她紧抿着嘴唇痛孔缩小 抱着暖炉的手掌 死死将炉子握紧了 听到这消息 吃惊之后 一股狂喜 从崔贵妃心底涌了出来 荣三娘出事了 荣三娘竟然出事了 她转头看了傅明华一眼 眼中还带着喜色 傅明华皱了眉 却是仰头望着烟锥看 烟锥唇角微眯 下巴崩出冷意的曲线 荣妃终于宠荣三娘动手了 她会动手 傅明华其实是一点都不意外的 她早就算起好了 荣三娘势力见大 与烟维交好之后 数次三番使烟维与荣妃为敌 此次烟维身怀有孕 坊间传闻 她腹中的骨肉很有可能是 忠于荣屠英的幽州一员猛将 李燕辉之地李燕安的骨肉 而当时烟维与李燕安相识 就是荣三娘在珍宝阁设宴 为此烟维还遭了御史台中王直岁的弹劾 而后烟维大怒之下鞭打朝廷命官 而惹怒了家安帝 被将决夺奉 荣妃心里不可能不恨荣三娘的 但凡心机深惨的人 疑心都重 荣妃尤其如此 她自己心思复杂 便以己夺人 总觉得荣三娘心怀恶意 毕竟 如今两人虽名为孤侄女 但关系微妙 家安帝忙完赈灾事宜 总会接怀有身孕的荣三娘进宫的 一个极有可能对自己抱着敌意 前来争宠的侄女 又有可能借自己的女儿来打压自己 荣妃怎么可能会等着她平安进宫 又生下孩子呢 只是 风云怀没想到 荣妃如此心狠手辣 不只是要将荣三娘除去 那更是连自己的亲生女儿 都能下得去手啊 如此果断心狠 当断则断 她能宠惯后宫多年地位不变 不是没有道理的 怎么回事 烟锥是最冷静的 此时一听世人说话 便问了一句 崔贵妃也从狂喜之中清醒过来 那那事便道 今日荣三娘子带了两个柚子进宫 说是荣大人所献 荣妃娘娘便使人包了共享 没想到 这一吃便吃出了事 崔贵妃皱起了眉来 荣妃手段简单粗暴 但盛在直接而有用 出了事 崔贵妃于情于理 都应该过去看看 毕竟 其中荣三娘还怀着 家安帝的骨鞋 几人来到城乡殿市 里面已经是惨叫哀嚎 一声一声响了起来 殿前黄一星指挥着 让人将今日当职的工人内侍 全压在地上 一旁十二府禁卫军的人也来了 旁边已经有人被打了个半死 劈开肉战 有几人下半身都已经血肉 糊成了一滩 燕椎一看到 想也不想 便展开大场 将傅明华裹进了怀中 娘娘 黄一星有些尖锐的声音 响了起来 脚步匆匆朝傅明华几人 游远而近 燕椎拥了傅明华大步向前 她看不到周围的情景 眼睛被鱼长挡住 鼻端闻到的是 她身上龙咸香的气息 夹杂着淡淡的血腥味 以及燕椎身上的药材清香 混杂在一起 形成她独特的味道 耳旁 她听到燕椎油力的心跳 旁边崔贵妃正与黄一星说话 还夹杂着垂死之人 痛苦的声音 傅明华伸手 她却将她抱得更紧 勒在傅明华腰间的胳膊 显然是在制止她想要 看看周围的冲动 她并不是被养在温室的小花 燕椎这样霸道护她的举动 让傅明华又更想挣扎了 可她抱得很紧 态度强势而直接 傅明华咬了咬唇 扮上之后忍了羞涩 哆嗦着伸手 探进她衣襟里了 隔着一层单衣 傅明华没有勇气再摸进去了 但也很能明显地感觉到 燕椎浑身一紧 当时便伸手将她不规矩的手 给压住了 燕椎浑身紧绷 此时鲜血淋漓地惨烈情景 傅明华这样的动作 却使她迅速地恢复了 她压制在心底的念头 燕椎扬了扬眉梢 不再是当初那个 与她同坐一辆马车 却因为身体的异样 而落荒而逃的人 傅明华引诱她 燕椎便握了她的手 拉着她便往自己衣内探去 傅明华顿时便拼命挣扎起来 将手从她掌心抽出 燕椎知道适可而止 将手放开 任由她将鱼场掀开 露出那张仗得通红的脸 眼中急地拢上了一层水雾 像只慌不择路 闯进陷阱的小路似的 傅明华将手收了回去 牢牢抱住了暖炉 不敢再渗出来 碰触她了 烟锥眼里 似是藏了风暴 表情却是显得十分冷漠 严肃 傅明华一连咽了好几口唾沫 多缩着不时伸手碰碰病脚 脸上红得厉害 神色也不大自然 周围工人凄凉的模样 她自然也看到了 瞳孔紧紧一缩 看来是出了事 加恩帝才会大怒 这里的工人都受了帐行 至今还没有咽气 但身体被打烂 旁边的内饰提着帐 帐上还沾了血肉碎末 杵在地上时 帐板上的血顺着往下滑落 烟锥神色倒是镇定 只是伸了只手出来 以单手牵了大肠 掩住身体 她死人都见得多了 杀人也如麻 这样的场景对她来说 只是小事一桩 只是看到时 本能地将傅明华的眼睛遮住 这会儿她挣扎着 显然烟锥是将人放出来了 可却一手放在她背心处 揽着她往宫里走 加恩帝这样发怒的时候并不多 崔贵妃也对这样的情景有些不适 皱了眉 在黄一星摊开手引路的动作下 大步往城乡殿内走 黄一星放低了声音 有意向崔贵妃迈好 他一数的人已经来过了 王伯也瞧了 未能保住三娘子的命 此时 太一数的人都在殿外跪着 宁静却时 也小心着一些 崔贵妃点了点头 领她这个情 情况 比崔贵妃想象中的 还要严重 她进了城乡殿室 加恩帝阴沉着脸 坐在殿内主位置上 双腿微分 双手撑着膝盖 上半身微微往前倾 给人造成极大的压迫感 店外 太一鼠一干人 跪了一地都是 女屎正在殿中 容飞脸色苍白 屋里一股惠物的酸腐味 她捂着胸 低垂着头 歪坐在椅子上 听到外头的脚步声时 她抬起了头来 她的嘴唇 已经失去了 艳丽的色泽 一双眼睛 却是异常的黑亮 看到傅明华进来时 容飞轻咳了两声 目光却适宜转开 反倒轻轻 扬了扬嘴角 容飞的眼神 十分的平静 将阴狠 怨恨 森然等情绪 都引在了 她那一双 漂亮的眼睛中 傅明华在看到 她目光落在 自己身上时 见她勾了勾嘴角 也不由 冲她微微一笑 容飞的目光 煞时便阴冷下去了 殿内女士 浑身僵硬地出来 容三娘一尸两命 燕尾却是命大 她虽然此时 仍是昏迷未醒 但却至今未死 老奴问过了 这柚子是由三娘子 领人带进宫中 一直都是由三娘子 身侧侍候的婆子 提着 未经他人之手 黄一新上前跪着 小声回话 将今日考问出来的原由 都说给家安帝听 进宫之前 柚子静手的人 老奴已经令人去荣府 传问过了 宫内的人 当时都是当着 三娘子的面切开的 未曾背离过人 碰过柚子的人 老奴让人提了下去 此时周身查找过 也躲了双手 没有发现 没有发现有下毒的痕迹 黄一新的声音 在城乡店 不紧不慢地响了起来 听到他让人 剁了这些 碰过柚子的人 他们的手 去检查时 宫中不少人都咬紧了牙 眼泪默默地流 却没有人 敢发出声音来 酱子的声音来